新闻最快速 人物最深入 请听POP抢先报 的YouTube官方频道 917 POP Radio 今天是星期五 还是端午廉价 祝大家端午廉价开心 同时粽子好吃 但是还是注意粽子热量高 而且不要吃太多了 什么东西都适量就好 不然肠胃不舒服 现在又是端午廉价 而且最近看起来 COVID-19的疫情又起来 我身边的人最高纪录 竟然已经中了四次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惊人 竟然有人中了四次 这个真的是比天选之人 还天选之人 所以最近疫情的关系 还是请大家 多多的注意跟保重 回过头来 今天是小玉的时事评论时间 前半部我们还是着重在 政坛的部分 就是侯友宜的危机 到底要如何解呢 看起来 以最近这几份民调 对国民党来讲 或对侯友宜来说 都是相当的不利 关于最近的 包括盖洛普民调 从美丽岛官传媒 关键 美丽岛官见 林传媒TVBS 台湾民意基金会 一直到中广盖洛普 六份六家公司的民调 都已经显示了侯友宜是第三名 而且比较耐人循惠的是说 同样都是大家认为 机构效应比较偏蓝的中广盖洛普 不但侯友宜是第三名 而且侯友宜的民调是 立加最低的 已经到了17.93的地步 距离换柱线的15% 剩不到3% 昨天这几天 就是包括了国民党的立委 陈玉珍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他认为说在全代会之前 应该要设一个15%的房砖条款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他讲的是比较含蓄 他说党中央可以顺势来整合 而且他再次的强调说 7月23号的全代会 再次的一次的咨询 征询大家 其实这个不是换猴 不是换猴 因为全代会都还没有正式的通过 这个侯友宜的提名 所以他认为说在全代会之前 如果是设一个15%的房砖条款 如果侯友宜跌破15%的 这个换柱条款的这个防线的话 是不是应该再次启动 这个再次的来征询大家 那其实陈玉珍一直被视为 是挺郭的这个大将 所以他丢出这样的讯息 事实上我认为也是某种程度 代表郭台铭的一个新生 而且他昨天 这几天他有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都有强调说 郭台铭看起来现在参选的意愿 还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他说有坚定的意志力参与这局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有趣 坦白讲我认为说 郭台铭现在的动作 开始又慢慢的起来了 包括这几天 又跑去了这个 包括南投的部分 那像是南投的这个议长何胜峰 另外许淑华 还有包括五党籍的这种乡镇长 乡村 什么村里代表通通都来了 看起来郭台铭动作很大 然后他这几天也去参加了这个宗教 苗栗的这个妈祖的宗教盛事活动 我看起来也是趴趴走 所以我认为郭台铭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 对于侯友宜来讲应该是背后的一根刺 他现在是腹背受敌 包括你的民调 人家都已经提出了这个房砖条款 那郭台铭又在这边蠢蠢欲动 然后再又跟这个不能说利用 要跟陈玉珍看起来 这个陈玉珍在台面上唱贺 然后郭台铭在私底下这样子的动作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郭台铭这样子的动作 到底大家买不买单 因为事实上你从这个中广盖罗普民调来看 看起来就算现在是郭侯佩或是郭科佩 他有两个指标啦 如果说是郭侯佩的话 确实是比侯郭佩来的胜算高一点 虽然也是输 但是至少输的没那么难看 那如果是郭科佩的话 也是输 但是就是我觉得中广盖罗普 这个民调很有趣 他说郭侯佩是25.02 他输给赖萧佩的30 那郭科佩的话是28 输给赖萧佩的31 但是怎么样的话 都比侯友宜当正的话 因为侯友宜如果当正的话 他也只有23.26 甚至还是排行老三 所以他这个数字告诉你 郭台铭要当老大 当头的话 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输给赖萧佩 但是看起来是 胜算是比侯友宜再大一点 然后如果他又以侯友宜单拉出来看 侯友宜不但垫底又到了换柱防线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说 昨天的赵绍康的这个民调 这几天赵绍康的那个民调是很有趣的 一直要告诉你凸显一个讯息 就是说是不是侯友宜要被换掉 然后郭台铭来上阵 好那事实上我个人来评论郭台铭的话 我认为啦 我认为我觉得有一个朋友 他话讲的蛮好的 他说郭台铭现在看起来就是 国民党的方唐进 嘿嘿我要选 嘿嘿我不选 嘿嘿我要选 嘿嘿我不选 在那边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我觉得这个行人非常有趣 我认为郭台铭第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点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结果我还是觉得应该是从他那个征召的程序开始 就是从征召之前呢 很多人包括连柯文哲都跟他讲说 这个游戏规则对你不公平 那还一直问他说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游戏规则 结果郭台铭也答不出来 然后呢在征召了之后呢 那看起来郭台铭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就发了一个这个祝贺侯友宜的一个脸书声明 但事实上你都 然后再透过很多的媒体人帮他放话 觉得这个游戏不公平 但是他始终的自己个人都没有表态 我认为政治人物不应该是这样 那你郭台铭到底想要怎么样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选 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就在这边等 等说要这个侯友宜 侯友宜这个民调掉下来 我觉得你就大方表态 你就大方表态 你不要在这边扭扭捏捏 就像方唐进一样 你要我当然知道说独立参选的这个门槛很高 然后资格取得比较困难 当然就是还是跟国民党合作 看起来是比较有胜算 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子 一方面不表态 然后又在那边背刺侯友宜 我真心觉得政治人物不应该是这样子玩的 你就直接大大方方就像陈玉珍讲的 如果说侯友宜在7月23号的民调 持续向下探底 甚至已经到了15% 有任何一份民调 如果到了15%甚至跌破15% 是他就呼吁国民党就启动再次的征询 然后呢你就认为说 这个上次的游戏规则对你不公平 我觉得郭台铭应该大大方方在媒体面前直接表态 因为我觉得这个征召确实很多人把你抱不平 可是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去公开的去谈论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就是国民党要对你整合 侯友宜要跟你释出善意 看起来你也不接求 那不接求的状况之下 那你对于说 我觉得对于某些郭粉啊 就是支持你的你的追随者 或者是说对于蓝营 盼望整合的支持者 我认为大家都会失望 都会失望 因为不知道你要怎么样 我觉得政治人物 比如说那你以后你当选总统之后 你也不能这样子扭扭捏捏 你要做什么就应该这个很明确的去指引大家嘛 那你总不能就好像大家采测你的心意 然后透过各方再放话 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要参选总统的人 这样子的格局 跟这样子的这样的做法 我会我个人是觉得不好 我认为说郭台铭这个时间点 他应该要再出来开始要表态了 要嘛你就大大方方去支持侯友宜 说我支持你 那要嘛他就正式的出来呼吁说 他觉得侯友宜的情况不妙 会让国民党整个沉船 那所以我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党中央应该慎重的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再征询一次 甚至给他一个时间 譬如说你再让我冲刺一次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激发侯友宜 他可能在这个政策上面 或者是说他在组织的动员上面 他会更认真 两个人再来比一次 不然你现在这个状况 我觉得只会让国民党的整合雪上加霜 因为事实上你从这个盖洛普的民调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就说在绿营跟民众党这个部分 数字都是正常的 譬如说在这个民进党的部分 有九成将近九成 89.98的绿营的民众 是支持赖清德的 这个是很正常嘛 如果你绿营的民众 你都不支持赖清德 那赖清德就不用选了 那赖清德当然有他的困境在 他的困境是无法突破40%的这个天花板 他看起来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一直遥遥领先 然后就领先的幅度是非常有限 这是待会赖清德困境我们也会来讲 那再来你看 呃民众党民众党的话 你看他也是将近八成78.31啦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数字 就是说有将近八成的民众党的民众是支持柯文哲的 好那这个八九成都是正常 那你只有国民党最不正常啊 你侯友宜的部分只有六成 你只能拿到六成国民党的支持者是支持你的 那代表说有四成的民众支持国民党 但是不支持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你要想看 你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所以我这几天也是跟国民党的一些朋友聊 包括他们这个有在侯伴工作的人 他大家都很无奈 因为现在所有的压力 看起来都在侯友宜的身上 包括你要去整合郭台铭 你要去整合韩国瑜 之前他给外界的形象就是说 你高高在上啊 你都不去找这些人 那后来我们再去细聊之后才发现说 好像情况并不是外界所表述的这样 是侯友宜有透过 郭台铭的部分当然可能本人联络不上 但是他有积极的透过中间人去跟郭台铭联络 那韩国瑜的部分是他很非常积极的打电话 可是看起来现在情势有变了 是人家不见你啊 是不见你啊 我比较亚异的是说 之前我是听韩国瑜那边的人讲说 好像侯友宜都没有 侯友宜都没有去跟他联络 后来侯伴的人是有跟我透露 有他们就是很积极的去打给韩国瑜 可是看起来不知道是韩国瑜没时间 还是韩国瑜的一个玩具 反正就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确实是都没有同台 没有同台 而且没有同框的画面出现 那他们也是有苦说不出 尤其他们也不能去指责人家说 你怎么不来跟我同框 不来救我 不来跟我合体 不来消除外界的疑虑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间这样讲的话 变成你又是去指责人家破坏团结 那你指责人家破坏团结 你为了要跟人家整合 因为现在是你比较低声下气 要去拜托别人啊 所以看起来就说 他们现在是有苦说不出 被人家拒绝不能同框 还不能指责对方 好啦 这个也是这个侯伴的一个忧虑 可是我觉得还是个人造业 个人丹啦 因为坦白讲 因为你是老三嘛 你是老三 现在变成你要沦落到去求别人 那你当时你第一名的时候 你意气风发 你当时怎么样对别人的 这个就是哈哈 这个就是个人造业个人 但现在他应该是这个点滴在心头 冷暖的 冷暖这个应该是知道 人家当时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再继续回来聊 哈喽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丘米宇 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 我们还是在空中 为各位继续服务 今天是这个小玉的 也就是个人 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间 这个时事评论 好时事评论的部分呢 我们再谈一点 这个侯友宜的困境 那我也赞同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是第三名 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 县策 尤其越来这个县策 是越来越新奇 越来越猎奇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呃这个什么 出奇招啦 要出奇招 我甚至还听到这个 比如说沈富雄王去出说 你要找三个人来帮你抬轿啊 王金平啊 金普聪啊 还甚至讲到郭正亮 嗯 我当然会觉得说 当然这个是一个话题啦 就突然又把这个话题 炒起来了 可是呢 第一个 我是认为说你找金普聪 这个 这个就非常非常奇怪 因为金普聪 他这个跟马英九 算是这个天造地设 这个partner之和啦 就说他们两个是知之甚响 两个人是这个 就是金普聪是非常了解马英九的 那加上马英九也全然的信任他 所以呢 他当然是大权独揽 然后这个金普聪 也可以帮他打造 打造 马英九就是让他无后顾之忧 他就是什么操盘都听金普聪 那金普聪也非常了解 马英九 所以可以帮他设计啦 帮他人设啦 他的议题掌握啦 他的发言 其实基本上两个人 这个行啊 个性想的方向 什么通通都差不多 所以这才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组合 好 那一个伯乐 一个前提嘛 所以他帮他这个帮他赢得胜选 好 这当然这个是这个搭配是没话说的 那我要说了 就是说金普聪他是适合马英九的军师 但是他不一定是适合这个侯友宜的军师 譬如说像之前以前这个邱毅仁 邱毅仁是帮阿扁操盘 但是邱毅仁他是不是适合蔡英文 可能就不一定 那也许后来就变成林景昌 就是这个大家都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啦 那而且尤其是说 譬如说你像邱毅仁跟金普聪 那个时代的打法 跟你现在比较新的这些的操盘打法 譬如说也许像空战的操盘 为什么民进党超不超不赢这个柯文哲 就是因为两边的 当然了这个候选人主帅不一样 但是也许就是说柯文哲这边 他找了年轻幕僚 他可能更贴近年轻时代 那他们的这个想法是更活的 比民进党可能又再前进一个时代 然后那国民党更不用讲了 你可能还在CPU的时代 所以我认为是说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军师 你如果说还一直落在说 王金平金普聪操盘的那个年代 那可能就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胃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他也是军师一代一代一代的在操盘 譬如说你从这个邱逸人一路下来 然后林景昌去操盘 柯文哲那个时代很成功 因为林景昌也是鬼才 然后柯文哲他也是想法很多的人 那柯文哲当时没人 所以他变成他只能完全的信赖林景昌 所以就是说你是 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军师 帮你操盘的人 你要非常非常的相信他 而且你要十足的配合 他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那林景昌当然没话说 他的文胆啊 他的文采 或是他的一些鬼点子 也我觉得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也造就了柯文哲的现象 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搭一合 所以林景昌跟柯文哲 然后或者是金普聪跟马英九 这个都是很难得的 这种政治奇才的一个搭配啦 那所以你说金普聪能不能帮侯友仪操盘 当然是可以 可是我认为这个就不会是100分 也许搞不好连50分都不到 第一个金普聪根本就不了解侯友仪 那再来就是说金普聪那个时代的操盘 也许跟现代的操盘完全就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操盘 那譬如说你看现在赖金德跟潘孟安 当然我们还要在观察 可是他们唯一的 就是说赖金德是非常非常相信潘孟安的 而且潘孟安也就是长期就是一直在帮赖金德操盘 因为他们两个是彼此信任的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潘孟安的操盘 你要说他十足的成功倒也没有 因为看起来说现在赖金德你只能说他不出错 因为赖金德现在在面临很多民进党转型的危机 比如说MeToo啦 或者是丢些议题啦 你现在当然选战才开始 可是我认为说他们好的第一步是 赖金德是全然相信潘孟安 他他就是他包括什么一些策略啦 他这个而且潘孟安是无后顾就是等于在帮 帮他帮他就是在操盘这个选战啦 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那现在侯友宜旁边你所任用的人像谢政党 而且之前还传出说有什么市府派啦 跟这个晋办派啦 这个两边在这边吵来吵去 那所以看不出来说 那到底这个你侯友宜你到底在旁边 你有没有像潘孟安 你有没有像金普聪 或者你有没有像林锦昌这样子的人 全然的你相信 然后来帮你操盘 可是看起来如果你旁边 你连操盘的人杂音都那么多 哎呀要不要跟韩国瑜会面啊 啊不好啦 跟韩国瑜会面的话 那个中立啊 这个中立的选民会跑掉 然后这个啊 如果你不跟韩国瑜会面的话 那这个又无法整合 那所以呢 连你旁边的人都这样吵成一团 可是你也许在民进党这边就一锤定音 好我就是要怎样 我就是要怎样这样 对那所以 如果说你现在身边的人吵来吵去 就代表说 侯友你身边还没有一个 可以帮你一锤定音 或是你全然相信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现在帮你操盘的人 太弱了太弱了 因为之前你们打的都是顺风球 或者是说你碰到的对手 就是没有那么强 或是他们像林佳龙 他可能有一些因素 所以当时确实林佳龙 大概也会觉得说 侯友你躺着旋 都会赢 只是说赢多赢少的话题 那你一直打顺风球的状况之下 这些人看起来 他的政治能量 就是只能帮你操这个市长的盘 那但是他们确实都是一些事务官出身 他们都是这个平安顺乐 都是打顺风球起来的 但他看起来他们的政治能量 比如说我就是以他之前的那个 新北市 在选新北市这些发言人来看 如果他们很强的话 他们早就越上这个全国的知名度了 可是并没有 所以并没有 而且你看起来 你的发言人团队就是不够强 所以后来你必须再补强 再找来刘采薇 或者是这个张伟元这些人来帮你补强 所以看起来就是你之前找的这四个五个发言人 并没有发挥很大的功效 太弱太弱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你是要真的要等到 看起来他是要等到7月1号陈国军 陈国军进来之后再帮他帮他敲盘 但是陈国军会是成为下一个金浦冲 林景昌或是成为潘孟安吗 这个我也是打一个问号啦 因为陈国军 那当然了 国军哥是我们很尊重的这个媒体前辈 但但是看起来他现在整个操盘 是只有帮蒋万安 去操他的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 那当然还要搭配林奕华的组合 所以好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未来再来看 就是你侯友宜当务之急 你要找一个 这个跟你百分之百契合 而且你能够放心的 把整个操盘的大权交给他的 那还有一个点 我昨天就是在这几天 在跟国民党聊天 我也是有点心里一惊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就是你找来这些人 帮你加强战力的这些人 看起来你并没有善家的利用 或是你的团队看起来还是很善 因为现在侯友宜还是整个 在一个工作室的状况 在工作室的状况之下 现在包括你看赖清德 他丢出了 丢出了这个大学 私立大学 要减免学杂费 就是补助 补助了不好意思 是补助2.5万这个政策 然后呢你右边的 这个柯文哲 他也丢出了 要重启服帽 这个政策 两边就开始丢政策 我们当然很新建 很新建 就是说不要一直在那边打口水 什么的 当你的左边右边的 你的对手都开始丢政策的同时 那侯友宜你还是困在 这个胃药案里面 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胃药案 还有你的治安 一直被开枪什么的 那你有丢出比较前进的政策吗 事实上我认为服帽这件事情 被柯文哲给抢先 是非常不应该 因为柯文哲本来就是马英九 时期 那当然有些人当时 非常支持太阳花 可是也有一些人 就认为说太阳花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 所谓的那个高举正义大气 甚至后来还发生这个警察的一些 这个什么跟学生啊 当然有这个殴打不愉快的事件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以历史的评价来看的话 当然太阳花造就了一些人 可是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认为 是不是有些程序的不正义 这个当然是可以讨论 那当然那个时候太阳花 对于国民党是弱势的 可是你看现在的话语权 变成在柯文哲身上了 然后我这几天还问他们 那你们对重启服貌这件事情 你们是要拿香跟着拜呢 还是怎么样 就他们没开会 没开会 没讨论 竟然就是好像感觉像僵尸一样 都不动 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意外 这个跟选战的节奏是非常 非常的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按照选办的策略 譬如说我之前有跟林楚英 跟主冠婷聊过 他们至少一个礼拜 都要进党部去开 开很多次的渔情会议 我觉得我认为程序的标准 至少你现在可能还不到 选战那么热 但是至少你这些幕僚 或是你这些发言人 你是不是至少在早上 七点或八点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进办 或者去党部 就开一个渔情的会议 你要把渔情的会议 做一个勤收 然后呢知道说 今天大家的攻击焦点 在是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这些人 有这些渔情 或是你定调怎么讲的时候 你可以去上政论节目去发挥 不然我不知道 你这些发言人 你要来上节目 要怎样 比如说我跟这个 其中的发言人就有聊过 他也很无奈啊 因为他们之前 以前是市议员的角色 他们可能可以讲 讲公道话 比如说他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 比如说他们觉得 侯伴应该怎么样 侯友应该怎么样 就会现在被拉成发言人了 不行了 他们完全就变成 只能护航的角色 要护航没关系 可是你要给他谈餐 可是问题是 他们就说最主要 很可怜 是不知道要讲什么 你找来的发言人 他搞成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你们早上 有没有按照人家这个选战的SOP 你有没有开会 你有没有开成会 有没有定调 今天的舆论要讲什么 没有嘛 甚至连侯友宜的面都没见过 我真心认为这真的是太扯了啦 我觉得这个是太扯了 这跟选战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虽然说 离现在选战还有七个多月 可是你可以看像包括林楚英卓冠廷 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已经这个已经做 就是每天基本上routine的都已经到进班去开会了 然后这个跟党中央也是整个全力的配合 那你其他人呢 你每天开如果只是说未开记者而开 然后中间再夹一个新北市的立委参选人的话 或台北市立委参选人 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啦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说讲这些啦 当然是我还是希望说SAKA都会比较好看 如果说你一边变成太锐角的话 提早出局 那你在刚刚又提到上一段提到说 郭台铭在旁边虎视眈眈 我真心觉得侯友宜 我觉得不要等到7月1号太晚了 你你的操盘到底在哪里 你的这个进半脚步 真的要赶快加加油啦 好回过头这个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讨论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丘明玉 那这个今天是端午廉价 大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是在开车的路上 如果说有这个塞车的状况的话 大家这个慢慢的听 可是我是讲这么多这个侯友宜的困境 不知道说是大家听得更急 好不要急不要急 因为现在选战还有7个多月 很多时候是这个瞬息万变 是很难讲的啦 好那现在看起来 还有就是这个看起来 就是有个微妙的政坛变化 就是国民党终于硬起来 硬起来他有开始定调了 昨天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就定调说呢 如果你小鸡要找柯文哲来站台的话呢 他这个话也是蛮妙的 他说原则上就是不行不应该 什么叫做原则 那还有例外吗 那什么是例外呢 不行就是不行嘛 他的原则是不是指说如果你这一区 可是这一区如果就算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的话 那你还是不行啊 因为现在就是沙喀都了嘛 那譬如说我觉得盖洛普民调也超有趣的 他就是跟你讲说沙喀都的状况 不管谁搭配谁都是不会赢 赖清德跟肖美琴这块这个组合啦 那唯一唯一可以赢的呢 就只有侯科配 只有侯科配 侯科配是39.6 会赢过了赖肖配的34.58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 我觉得中广的这个盖洛普民调 唯一唯一对侯友宜释出善意的地方 是他没有做柯侯配 我真心认为如果说盖洛普民调 他要负责任一点的话 他侯科配做出来没错 但是你要不要也顺便再做一下柯侯配 因为你郭侯配 郭侯配你都做了 侯郭配也做了嘛 那你独独没做的就是柯侯配 那我不晓得他是不是 是故意不做还是怎么样 总而言之我认为说 他已经既然做了侯科配这个组合配 赢清德跟肖美琴 但是赢的幅度不大 不大还是在5%的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 误差范围里面 但是如果说你做柯侯配呢 如果柯侯配如果赢的幅度更大 那这个情况是对侯友宜更不利的 好 那所以这个看起来 现在政坛上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当然媒体的这个报导 对国民党不是那么友善 就是用什么小鸡纷纷跳船 可是我也不觉得说这个是跳船 那小鸡当然是想要左右逢源 他当然也想要白的票 也想要蓝的票 尤其是在台北市 你看包括张诗刚 游淑惠 罗志强这些人 他当然会觉得说你蓝的 蓝的如果不够稳的话 白的一起来 那这个尤其 尤其他们很多地区的 是一对一的PK 民众党目前为止没有提人 因为像张诗刚 游淑惠跟罗志强 这个部分呢 这些地区到目前为止 民众党都还没有提人 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 那他们现在先事先丢这个球了 丢这个球是要跟柯文哲讲说 你不要提人 你不要提人啊 然后呢 我也可以找你来站台 那我也可以这个帮你辅选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但是前提之下是你民众党这一区 你不要提人 不要提人 那这个对民众党来讲 当然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们现在区域立委的部分 只是都都是台面上传啊 包括就是说像蔡碧如啦 要去选这个台中 然后这个张其露要去选文山 然后还有这个就丢了一些人出来 但是事实上这个区域立委都还没有定案 但我看起来民众党的区域立委 应该是会是三党里面是最晚的 因为对于民众 这也是民众党 这也是柯文哲一个比较大的危机啦 像郭正亮就直接有点唱衰他啦 他就是说柯文哲的民调虽然高 但是呢 后期的造势人数就知道他是空的 后期造势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大家立委选战 都这个大家都就定位了 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立委选战 都就定位了 这个立委都是很重要的条件啦 所以呢 大家例如你比如说 你总统道士跟立委造势 就是为了要结合的时候 你要靠立委来动员他的条卡能量 大家看到游览车啊什么都来了 那你柯文哲有没有 柯文哲看起来是三党里面最没有的 那当然啦 而这个是政治现实嘛 因为毕竟人家两党的组织经营 条卡都已经经营那么久了 那柯文哲等于说是这一次 第一次投入这么大型的立委选战 因为上一次他比较着重在不分区的部分 所以呢 柯文哲现在看起来整个民调高 那这个空战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那空战扎实 我相信当然是可以灌在的政党选票上面 所以他们对他们政党票是非常有信心 这一次的不分区 他们是喊出巴西 最少是巴西 我也认为以目前的状况 民众党是可以达得到巴西的 可是这些区域立委 当你在结合的时候 那就是说可以反映出来 你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就像民调所显示 你是老二是这么的稳 所以我觉得在国民党的空战派里面 他们现在对侯友宜并没有那么悲观 一方面也是觉得说 你国民党在怎么样差 你至少像侯友宜 他不可能会落到17.93 因为连国民党的支持度有20% 有20的状况之下 那你组织战这个全部都动员出来 侯友宜应该不至于会掉到这个20%以下 所以这个是陆战派目前为止 还保留着一点的这个乐观 好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柯文哲 柯文哲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像郭台铭一样 他拔的都是谁的装 都是蓝银的装 就算这些和胜丰 他已经退党了 或是中东井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都系出同门 都是属于蓝军的体系 所以柯文哲 他就是在保安军的装 好 那回过头来 我觉得这几天 包括柯知恩 柯知恩这几天又讲话了 我觉得他这句 这句话也蛮有道理的 他说侯友宜应该要改变选战的思维 不能再走中间的路线 他说如果你一直降低你的政党色彩的话 基本盘就没有看到你维护的决心 我觉得柯知恩这个话是反映现状 确实当时你这个侯友宜 柯知恩是说侯友宜当时在选新北市长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直想要降低政党的色彩 所以他就蓝的也是蓝绿通通吃 所以他才大义林家龙 而且侯友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形象 他就是跟国民党一直保持距离的形象 四大公投案也不表态 包括各地的选举 他其实也没再很用力的抬轿跟辅选 所以他就是认为说他这样子的人设 所以他是最强 在国民党才变最强母鸡 可是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各个 那所以再回推过来 那不禁让人怀疑 所以就是以前侯友宜的高民调 是不是是绿营的反串呢 绿营的反串 那绿营去灌侯友宜的水 那把侯友宜灌出来之后 把他灌成最强母鸡的形象之后 等到侯友宜真的被征召 这些绿营的反而就归对了 就通通跑回绿营去去支持赖清德 还是当时因为赖清德的状况 混沌不明 可是也不会啊 因为赖清德本来 这个民进党 民进党当时也有啦 有陈建仁啊 有郑文燦啊 就这些人也有传出这些声音 所以大家可能都还在观望当中 可是我必须讲赖清德的仇恨值 没有那么高啦 没有那么高啦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赖清德 等于就整个第一个被顺势征召提名之后呢 绿营很快就归对 那本来这些可能就是说中间偏绿的人 他可能还会支持侯友宜 那看起来现在侯友宜的状况 每况愈下的话 那绿营当然也是顺势归对了 好那你变成顺势归对 然后又有白的在挖你蓝的墙角的时候 我认为柯智恩现在这个选战策略非常符合侯友宜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侯友宜你不要再去假装中立这个的人设了 你现在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因为新北市的时候呢 你的盘侯友宜的个人盘是大于国民党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你的基本支持度 你已经小于国民党的时候 那国民党内部又希望你整合 因为你看到这个民调嘛 我要再次的强调 你这盖洛普的民调 你在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 你才61耶 而且呢 这个状况是绿营已经全部归对了 将近九成的都已经支持赖清德 就代表说之前灌泥水的那些人都已经跑掉 已经跑走了 那白银也归对了 白银有近八成的人都也回到了柯文哲的身上 等于说大家都归对的状况之下 如果侯友宜你还妄想 就说你要跟国民党保持色彩的话 你连国民党基本盘你都跑掉 你基本盘过不住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开拓这个票源 我会觉得说侯友宜开始真的是要改变策略想法 所以你看柯智恩讲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符合现状的 所以侯友宜你现在要开始动起来 像这几天最新消息 就是侯友宜的专五节周六的廉价 他要去打组织战 跟议长的系统动起来 像包括北部的议长 比如讲根皇 讲根皇是一直最挺他的 新北市的议长最挺他 然后要跟这个桃桃园的邱益胜 新竹的许修睿 彰化的谢典玲要来合体 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谢典玲之前看起来一直是挺郭的 结果这个端午廉价 议长派要动起来 如果连谢典玲都可以站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侯友宜来讲 算是一个大家分 不过也有一个消息是说 侯友宜端午廉价的时候 要跑到新竹去拜会许修睿 可是他有点出说 侯友宜是最后一个来拜会许修睿的 第一个去拜会许修睿的是郭台铭 柯文哲也去拜会过许修睿了 侯友宜是最后一个 所以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侯友宜的动作老是比别人慢 当你的对手都已经去把你的装的时候 都没坚重 然后你就是最后一个才去 还是你就看准了 反正许修睿你就是国民党你跑不掉 这些人来拔我也不怕 可是我认为说这个装有动跟不动 就是有些人像中东井 中东井可能是台面上 你可能支持 现在看起来是支持国民党 但是他是不是真心支持国民党 然后私底下再来按住柯文哲 这个我们不晓得 当然我是听到两种说法 就说这个中东井的部分 因为他还是想要回国民党 去获得国民党的提名 可是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中东井不是靠自己就可以了吗 他为什么要一直那么积极想回国民党 而且国民党如果说有排黑条款的话 未来提名中东井也不见得能上 所以中东井靠自己就好了 可是看起来就是一直旁边有一股声音说 中东井想回国民党想回国民党 所以他对于柯文哲的这种感激的提息之行 反正我就是捐款给你 我这个仗还清就好了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个人的政治判断 我是觉得说中东井是靠自己就好了 那所以至于在总统大选台面上 他要挺谁 可是看起来就是说 现在侯友余对中东井 感觉还是爱理不理 没有去拜会嘛 可是人家柯文哲就跟中东井 这个就是感觉比较比较 那中东井当然还有要考虑到他下面 有立委的这个小鸡 然后要辅选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局还就是蛮好看的 那这个就凸显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柯文哲你下面没有组支票 变成你要去挖的 你还是去挖国民党的庄角 那你去挖国民党的庄的时候 你挖不挖的洞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还有你自己的立委 立委候选人到底是谁 你要赶快提出来 你要提出来 因为你立委才可以这个联动的一起来布装 可是这也是民众党长期以来的困境 就是你从议员的人选 你就找不到 找不到一个亮眼的人 因为他们之前 看起来第一届的实验是失败的 就是你的立委参选 你的这个所谓的刺客也好 或是你找素人参政也好 或是你要找网红参政也好 他在上一次的这个议员 看起来这个收获不佳 只有台北市 只有台北市 因为这个天龙国的关系 再加上柯文哲本来就是 这个台北市的市长 再加上黄珊珊的一个加持 所以他台北市确实是斩获不错 那其他的县市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亮眼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议员都这么的困难了 而且立委是一对一的这个PK 议员是多席次 多席次你甚至有的 有的县市 你可能不到一万票 你就可以上了 那你连多席次的状况之下 你都没办法突围 那你在立委高强度 一对一的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去突围 像蔡壁如他也蛮有趣 蔡壁如就说 他也知道他去对决蔡其昌 他是不会赢的 但是总是要有人去开拓 可是问题是 蔡壁如跟台中 我不觉得蔡壁如跟台中 有什么渊源 因为他是生长在屏东 那之前也去高雄操盘 然后一下子又说要去 哪里哪里 然后看起来 他没有一个蹲点 那如果说他台中选战师 他会深蹲在台中吗 这个我也是有点质疑 所以我会认为说 如果你连蔡壁如 蔡壁如这样子的刺客 为什么要跑到台中去 他应该要选一个 就是觉得可以赢的地方 然后帮民众党 这个再下一层 这样子我会觉得 不然你就去台中当一个炮灰 这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不过回过头来 还是要看侯友宜 我觉得侯友宜真心 要听一下柯自认的话 就是你的庄 在被人家拔掉的同时 然后郭台铭也在挖你的庄的同时 如果你还在 要维持中立的形象的话 那当然左右不逢源 这左右真的没办法逢源 所以回归基本盘 我觉得回归基本盘 这个才是侯友宜宜先 必须要考虑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策略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POP抢先报 哈喽 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丘明玉 今天是这个时事评论时间 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那目前为止呢 如果还在这个 今天国道应该是不会塞车 因为毕竟是四天的廉价 礼拜六应该看起来还好 如果礼拜天收假的话 这个开车才是要慢慢的开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 刚刚讲了这个蓝白的困境之外 当然绿营也有他的困境 赖清德 赖清德在各项的民调 看起来都是维持在三成的状况之下 中广盖洛普是做31.89 然后民意 台湾民意基金会是做他是36.5 好处是他都可以keep在这个老大的位置 除了有一家民调没有 那看起来就是这个状况 是比较符合政治现实 可是赖清德的状况是第一个他冲不上去 你看他从来没有大幅的领先过 那他的好处是说 看起来他从MeToo事件就是回稳了 两个点 因为现在看起来除了政坛在烧 MeToo烧了一波之外 现在开始烧向这个影剧圈 比如说你黄紫娇 严雅伦 会比政坛这些人更来得令人震撼 而且话题性比较多一点 那政坛的部分 再加上包括蓝银的部分也有 那还有就是大家会从舆论上 或是说从民调上面看起来 就是说赖清德在处理MeToo的事情上 民进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看起来是比较明快的 你相较于国民党 昨天在处理陈雪生 傅坤奇还有曾博文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这个三个的案子是说 陈雪生他还不到 没有到这个排黑条款的部分 所以继续提名他 但是陈雪生要去上性评课 那傅坤奇的部分还在调查 那另外那个甄性研究员的部分 他是因为是不是外聘的 是外聘人员 是外聘人员 而且是国家政策发展基金会 所以这个案子也要交给国家发展基金会 来进行调查 所以陈雪生就是没有处分他 那傅坤奇跟甄性研究员 还要继续调查 所以他说结案 看起来也没结案 好那所以就这个又留给外界 一个比较批评批判的空间 那回过头来赖清德的部分 赖清德是丢出了 说大学私立大学学杂费 要补助2.5万 一年补助2.5万 有没有排付我今天查了蛮久的 好像还没有讲到排付的部分 结果陈建仁呢 又帮他继续加码了 陈建仁是说高中学杂费呢 要这个减免 事实上在我们的高职的学费 早就已经全免了 那如果他现在要再进一步加码 是连高中的这个学费 都就是学杂费通通都也都加码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针对年轻人 我也不否认 就是说这个政策是针对年轻人 那只是说看大家买不买单 那我当然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际点 包括之前爆发出论文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认为说这个到底论文 你再直升写论文这件事情 它的品质 这是个部分 我当然觉得可以全面的检验 然后现在me too风波 我也觉得可以全面检验 然后现在丢出这个 你要补助私立大学的 这个学杂费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开始检验 因为昨天就有这个 比如说叫 就有这个学校系统的人就跳出来讲 他们认为说 你现在一方面私校退场 你一方面又要补助私校 那他们认为说 你与其这样子大傻逼的话 你不如应该是帮这个私校的品质 全面的来提升 事实上我昨天听到一个教授 我也跟一个教授同台 他讲到一个蛮好笑的地方 他说其实这个补助 可能到2026年 通通都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你公立大学从1到18名 1到18名就全部排完了 你后面私校根本就没有 没有学同学要念了 因为学生太少了 昨天他们还在讲 昨天在广告的时候聊天 他们说现在博士班 你甚至连台大的博士班 都招不满 连台大都招不满 你就知道现在多惨 所以一边说你要补助 那个教授就开玩笑的说 到2026年都不用补了 因为你1到18名 全部通通都是国立大学 都是国立大学 全部填完了 没有人要填私大 这个也反映到我们这个少子化 跟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困境 我最近也在帮人家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来跟我澄清 就是说有个官渡 有个基督书院 他们要退场的问题 那当然看看是不是那个土地 可能董事会要卖那个土地 可是私校退场变成 你当然会有学生安置的问题 还有老师 而且现在老师失业的问题 也蛮严重的 还有是不是有包括土地土地的部分 这当然问题很多 所以再加上排富 其实我们重点是 没有讲到排富这件事情 而且你本来这些有钱人的家庭 他们现在又是很多那种 什么多元管道去申请这些大学 你本来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顾问 帮你的proposal做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你越有钱的人 当然是越可以去读公立大学 那你对于私立大学的这些人 那你要补助他 我当然觉得这个利益是良善 可是这个对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 这个感觉越来越不公平的 这个状况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好了 那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一个多方的思考 我觉得政策丢出来是非常好的 可以多方的一个检讨跟讨论 也乐见 未来针对能源政策教育体系 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的两岸政策 都可以都来讨论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请收听 由康仁俊主持的POP想先报 谢谢 拜拜